哈囉大家好我是小禮歡迎繼續回來謝謝阿宅的奇幻旅程喔 那在我後面這邊被我灌起來的這一個動漫人物呢 他是阿基拉也就是我之前有輛那個全紅色那個機車嘛 就是那個動畫裡面的那他的話呢 是裡面的其中一個角色那他如果打死的話啦 這個動畫我是沒看過可是如果打死他他會變成一個變異體喔 那那個變異體呢我在想他可能是會很強的喔 所以而且我在想他那個變異體可能會很大隻 唉唷唉唷 所以呢我們在圓方呢 用法術打他好了 他的聲音聽起來真的是 就從動畫裡面直接出來的話 這邊的話呢 看能不能把他打死掉 直接既然我們現在是法 喔變異體就是長成這個樣子啊 可是這個變異體 看樣子呢 可以卡死他 可是他的血量不知道有多少大家看 我不太清楚他的血量到底要多少但是我相信他的攻擊範圍可能也蠻廣的 雖然很可能呢 呃我如果太靠近的話就會直接 被他弄死這樣 可是他 血量有很多嗎 這邊喔 這邊可以射到他就行了 可以射到他然後看得出來他的血量有在減少 那他有卡 卡的傷害嗎 有有他血量有在掉耶 但他的血量也是很多的啊他跳出來了 他跳出來了等一下 他盯著我在看耶等一下 然後有 有很奇怪的那個可怕的聲音耶 是什麼奇怪的特殊音效這樣子的 但他 總之他的他的體型這麼大我覺得我不太能夠隨便靠近他就是了 那他看起來真的蠻可怕的耶 不愧是那種變異體有沒有就是那種突變種 把他打死之後他直接突變了 那這個突變體呢看來最好不要亂靠近對不對 真的是不要靠近 那這個打他應該目前來說沒多少傷害 對可以說幾乎是沒有傷害的 所以我們這個法術的力量呢還要在設法加強 目前是加強不了啦 雖然說呢這個法術是可以疊加的嘛 可是因為他 他傷害的部分呢需要用另外一個叫做炎石的那個東西來才可以哦 有一個叫做炎石的 在這邊我們 用說延遲效果 不然你傷害一直狂疊上去的話 只會增加法力消耗 然後他這邊的話呢 因為怪物被打一次他會有無敵進入無敵狀態 那你這一些效果沒有延遲給他的話呢 你這些效果其實 呃不會用在他身上這樣子 我這邊的話呢 到底我能不能夠 噢不對他在靠近我之中了 我覺得他應該還是打得到我的 等一下他的血量到底有多少 我這邊看他上面好像是一到一千多少了左右啦 一千不到一千零二十在這裡哦 那在這裡的話呢 欸 如果我有一個攻擊範圍能夠長一點的東西的話 是不是就比較好用來打他對不對 其實應該是要有一個攻擊範圍長的東西 我目前的攻擊範圍好像都蠻短的哦 這些東西哦對還有這個東西 巨型死亡乳蟲卵是不是 這個東西是不是可以地上點一下然後 他如果有出來的話 就會被我給馴服這樣子 但他好像都沒出來好 都沒有出來的話 那個巨型那個那個到時候看能不能多打幾隻 然後呢我們就可以那個 把那個軟的放在地上 然後把這個乳蟲呢 叫出來好像只要他能夠出來的話 就會直接變成我們的嗎 根據資料顯示 這個時候我到底要不要冒險 直接上去捶他幾下呢 不對根本就不能夠冒險 大家看到沒有 是完完全全連冒險都是不能夠去冒險的 因為他的攻擊範圍果然還是非常的廣大的 那這個傢伙的名字呢 叫做倒鐵熊 啊這個變成變異體之後 那就是倒鐵熊變異體這樣子哦 那呃 我覺得要靠近也很難 因為他就是好像會一直 等一下 等一下 這些是我的嗎 不是 你們我剛剛在你們在那邊叫你出來 然後你結果你跑到這邊來了 真的是我的耶 不是啊 等一下 我在那邊叫他怎麼跑到這邊來了 呵呵呵呵 還還指望他能不能去打一下這個家伙呢 看來是不太行了 那我只能在這裡然後 趕緊的回收一下東西了 哦回收了回收了 然後東西呢先穿回來一下 然後基本上就是在思考吧 看用什麼方法來打他比較好的這樣 其實也沒什麼好方法 就是只有一直射他啦 然後呢 因為我這個有擊退 那麼一點擊退效果 所以呢先把他打到後退一點這樣子 打到後退 欸他怎麼不退的 來這我還想要撿我的背包呢 哦天啊現在天色好像已經要 不過這邊是在樹葉底下應該還好 我在這邊射他 現在天天已經要亮了 那那個螞蟻窩啊我想 那個螞蟻窩好像還可以就是 漸漸的跟他們就是拉好關係的嘛 可是因為這一邊的呢 已經被我給這麼加 被我給殺到 他現在應該他們應該是超級不爽我的才對 那既然這麼不爽我的話 我們就讓他不爽下去哦 然後打死他們的話 其實對我來講有一個好處 就是可以得到他們的那個塊狀樹脂啊 那塊狀樹脂的話呢 又可以去跟那個 其他蟻窩的那個螞蟻交易這樣子嘛 哦哦哦哦哦幹嘛 幹嘛哇塞 他竟然把我叼著 直接把我弄走了可惡啊 在這一個地方 天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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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色在亮的時候 他直接把我給叼走了 呃 那那個傢伙站在這邊 我一定要把他給解決掉可惡啊 打他就已經在那邊射箭就把他射到天就已經亮了有沒有 死亡乳蟲被孔蟻軍事殺死了 所以我那個死亡乳蟲呢目前還太弱了一點 可是這個死亡乳蟲呢 看來應該是會越來越大隻的 只是說他現在呢 還太小隻他就已經要面對那個孔蟻軍團 呵呵呵呵 所以啦如果那個剛剛的死亡乳蟲要來打他的話 應該也是一下被他打死了吧 看來是最後幾件了吧 呵呵呵 在這邊射他已經射不到多少件了 終於把他給解決掉 欸喂喂喂 這個就還在鬧我啊這個傢伙 呵呵呵 那很可惜的是 他完全沒有掉任何的東西 啊剛剛的話呢 喔我的魅影 我的魅影沒有出來嗎 我剛剛沒有魅影出來嗎 我沒有辦法回收我剛剛的等級耶 我的等級 彷彿真的應該是沒有出來 那這邊的話呢 有太多的目前孔蟻的軍事啊什麼的 孔蟻在這邊喔 這邊先把他先解決一下 我現在要回家可能是個比較大的麻煩啊 怎麼又有你了啦 這個家真的是很多隻餒 還好我現在有超級神器 完全不會有衰弱傷害這樣子 好像也不是說這個是交易貨幣啊 但是如果把他丟在那個靠近公蟻的地上 然後他們就會過來取走 然後就會逐漸開始對我產生好感 所以這個東西的話呢 我們就跟這個 跟我們已經鬧翻的這個孔蟻巢穴 我們繼續跟他們拿這個東西 然後我們去討好其他的那個 孔蟻巢穴 如果有找到其他的孔蟻巢穴的話 就這個東西多弄一些 然後去討好他們這樣子 那這邊有這一個 我想要先來做一下海巢三叉戟喔 看起來是相當了不起的一個武器啊 那我這邊沒想到有這麼多的海蟻長牙 好像真的有一點 多到一個進界去了喔 那這邊的話其實他這個只有三片 我們就拿這個只有三片的來 然後我們就拿其中的兩片 然後他還需要的是龍骨一根就好了嗎 這龍骨 龍骨我不知道 這個到底 到底現在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了 然後這邊我現在暫時先把鑽石方塊先做起來 因為他用來做的是我們的龍的這些護甲 可是我看樣子全部需要太多的鑽石方塊了 所以我暫時先 就先這樣放著就可以了 然後呢 我們的這個海巢三叉戟 能貫穿多個敵人 他的這個貫穿多個敵人的意思 難道是說他的攻擊範圍比較廣嗎 那剛剛是不是應該用這一把來打怪了呢 他的攻擊範圍到底有多廣呢 我們去看一下喔 那附近有沒有怪之類的 那他是三叉戟可以發射吧 三叉戟一定可以發射的啊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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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等等 那他應該是 他跟那個什麼 他跟那個minecraft目前原版的那個三叉戟 應該是有差不多效果了吧 就是他也可以附魔到差不多相同的東西 可以讓他 投出去之後呢被收回來這樣子 那這個才是 真三叉戟耶 哇 等一下 你什麼時候長這麼大隻啊 這隻是我的嗎 哈哈哈哈 這隻是我家 還是我 等一下 我在那麼遠的地方把你放出來 為什麼你會在這邊很奇怪 那這裡的話呢 我們有斧肉都直接拿給他 因為我們就是希望說能夠附的 繼續附下去嘛 附下去看看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那可是 目前看起來就算 你會一直附沒有錯 但是他會 他都是趨近往零那邊發展 所以他對我的怒氣呢 也會漸漸的就是 下降這樣子 那我現在怎麼突然之間拖了 這些莫名其妙的這一個傢伙在這裡 到處亂逛這樣子 那這個電容其實他好像已經有變大隻了是不是 我感覺他已經有變 哇這是美杜莎啊 美杜莎怎麼自己 美杜莎怎麼已經跑出來了 欸我的死亡乳蟲去了 哈哈哈來看看 死亡乳蟲大戰美杜莎欸 哇哈哈哈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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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死亡乳蟲 你把我的祭壇給弄掉 哈哈哈 哈哈哈 他把我的祭壇給直接吃了欸 欸欸欸你這樣可不行 欸他真的把我的祭壇給 哈哈哈 這一個死亡乳蟲為什麼 等一下好我決定了 欸欸你還是 就是你你這個 你你這個拜託一下 你這個你你把我的祭壇吃 而且我的吸血鬼的書 還有一個那個 等級二的純淨血 也全部被他給吃掉了欸 完全沒有留下任何的東西欸 我撿起來看 什麼東西都沒了欸 看來這個死亡乳蟲呢 因為會破壞地形的關係 所以也會 也會呢 把我家給拆了 那其實是一個 欸不太好的東西啦 所以我們這個死亡乳蟲的未來 未來啊那個蛋呢 我們就直接丟掉就可以了 我們也不用想說 要把他給丟出來 然後當做我們的這個護衛了 沒有沒有那些必要的 好吧這樣子看來 我的這個祭壇呢 得重新再製作了 然後 他還吃掉了我的幾個是黃金 黃金方塊欸 欸他這個很試貨欸 真是太過分了 還有我要重新製作這個東西 祭壇柱也要重新製作 然後呢這個 這個雖然黃金方塊我有很多啦 但是被他給吃掉了 感覺還是有點不太高興這樣 而且 中間那個呢 也完全不見了 重點是吸血鬼的書 這麼珍貴的東西呢 直接就被他給吞掉了 為了看他跟美杜莎大戰 還好我之前還是有多挖一些黑曜石的 以及我的黃金數量超級多 但我真的是鑽石不太夠 還有就是 研究魔法需要的那一個東西呢 目前也不是太夠 那原本想說今天這一集的話呢 可能要先去就是挖個礦 但看來 發生了太多的意外了 所以沒有那麼輕鬆 沒有 那麼快就直接過去 那這邊的東西的話呢 可能都要重新去找過 那只能說希望在挖礦的時候呢 就能夠順便找到這邊的東西 但現在的話呢 因為我有一個 海潮三叉級 所以我想要再去找一下那個阿利博士 然後我看 能不能夠呢 就來這個附魔一下 哇 等一下 等一下 阿利博士 阿利博士 你家為什麼會出蛇法女妖 阿利博士你還好嗎 阿利博士還在嗎 阿利博士他家出了蛇法女妖了 阿利博士還在 阿利博士還知道躲到自己的房間裡面耶 阿利博士 你還真聰明 好吧 我們就來看 打一下你的尾巴 他就還露一個尾巴出來在這邊 然後我們的海潮三叉級呢 有耐久三有耐久 全部都是耐久而已嗎 這邊就只能給我附耐久而已嗎 那我可以先把你洗掉一下嗎 我先隨便洗效 效率也可以啦 隨便 然後呢 我們再來看一下 全部只有耐久而已嗎 魚叉4在這裡是有了 那有沒有一些其他的呢 我們再看一下 還有什麼東西可以拿來隨便附一下 有你了 石櫥 我怎麼會有這個東西的 因為我有那個嘛 對對對 因為我上一集要種田嘛 所以我會有這個東西 也很正常啦 這邊還是魚叉4 那好吧 那我們魚叉4的話呢 就直接給他下去好了 希望他能有其他效 哇 中層3正好也是我需要的 然後又有耐久3 這麽剛好都是我需要的耶 哇 呵呵呵呵 呵呵呵 欸 不錯喔 來試一下試一下 呃啊 太 讚了吧 這才是真正的 呵呵呵 強力的三叉戟在這裡耶 那剛剛那個蛇法女妖呢 他有掉了一個這個血下來耶 哇 他的血 他的血的話呢 呃50%的機率呢 會治療 但你有50%的機率 會得到那個中毒效果 那 這個東西呢 對我來講 基本上就是直接丟進去算了 那所以說呢 我們就先回到 我們很久沒有回來的這個 吸血鬼村莊 對這邊就是我的同溫層了 這邊的話呢 全部都是我的好夥伴們嗎 是嗎 是這樣嗎 那這邊我們試一下 我們試一下哦 打怪用這個 哦耶 波塞東海洋之神 但居然沒有辦法一發就直接把他給解決掉嗎 不過呢 他會自動回來 所以這樣子一直不斷的發射還是可以的 是的 這樣子看來如果要打那個超級遠程的 這種方式打也還是可以啦 是的 oh my god 哎 超強超帥 我喜歡這個東西 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說看他的那個攻擊範圍哦 我們看一下這邊 這邊 這邊 這邊打得到 但是 等一下 是不是跟一般的劍的範圍是一樣啊 還是一樣的嘛 他沒有比較遠啊 他並沒有比較遠 如果夠遠的話 這邊就應該要打得到了 但是並沒有 所以到這邊才打得到的話 代表說他的範圍呢 其實並沒有比較遠啦 所以他範圍還好 但重點就是他可以發射出去 然後會自動收回來 這一點呢其實是比較好的 那生羊肉這一邊呢 我要多收集一些哦 這樣我還可以得到這個龍食啊 對不對 所以 這一邊的話呢 就是看有沒有必要去把它給全部解決掉了 這樣子 那基本上如果要解決掉的話呢 這個 哎 等一下 這個有燃燒 等一下 這個有燃燒效果嗎 這樣沒有辦法得到生肉是不是 這樣子沒有辦法得到生肉啊 但還是可以用來做龍食啊 還是可以 還是可以 那在這裡我看到了有一個東西了 我要去抓他了 對 這個呢 黃金酸神在非常早的時候就已經拿到了 那這個黃金酸神可以幹嘛用呢 他基本上呢 是用來酸這一個 讀 讀角 讀角獸的哦 那讀角獸的話呢 你只要把他給抓起來 你就可以馴服他了的樣子 我們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 來來來來 抓 有了嗎 有了嗎 幣沒有 幣沒有 所以他還是會把我給甩下來就對了 那 那 那如果說以其他的東西點他會讓我讓我上去嗎 好像是不會了吧對不對 然後我們還得一直拼命的追這樣子 對他不會讓我上去 或者空手 空手也不會上去 一定要黃金酸神 他才願意讓我上去哦 然後就看 這樣子的狀態之下 能不能夠馴服他這樣子 只是好像超難的 哎 獨角 對我說這麼難馴服的嗎 哇 看這樣子我附近一堆怪 等一下 我附近一堆怪 等一下 等一下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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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棒棒我的悟空的大棒棒掉了 我撿回來一下 撿回來了 撿回來了 然後把他給砍死 他是燒死了最後 沒關係沒關係 這回憶怎麼突然在多這麼多怪出來 哇 為什麼突然在打雷了 剛才發生了什麼事情 剛才突然打雷了耶 為什麼突然在打雷啊 一堆骷髏馬就冒出來了 天啊 這邊剛發生了什麼事情 所以又得到了一大堆的東西起來了耶 哎 不錯耶 我鞍也不少耶 有啦 哎哎哎哎 幹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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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叫做呢 沒有彩虹哦 那怎麼會叫做沒有彩虹呢 那基本上已經馴服掉他了有沒有 那馴服掉他之後呢 哦 是要放鞍在他身上啊 哦 原來如此 那鞍在我身上呢 目前剛剛呢 是有拿到的 所以 我們呢 可以把鞍給劈上去 之後呢 就可以騎成 獨角獸了 哈哈哈哈 哎不錯不錯不錯 只是獨角獸有什麼其他的特殊能力嗎 沒有 哦 然後這邊我們獵人狩獵這邊 高級獵人已經是他的四個了 所以這一邊的話呢 我們已經完成了 我們可以拿到 八個人類心臟了吧 八個人類心臟請給我一下 對 所以我們直接加了八個人類心臟了 很好很好很好 那比較可惜的是啊 我如果進行傳送了的話呢 那個獨角獸呢 就會留在那個地方 然後呢 不會跟著我一起回來 這樣子哦 那 因為那個地方其實離我家也很遠啊 所以那個獨角獸如果要騎回來的話有點遠 而且 而且以實用性來說啊 目前對我來講並不會太高 所以 呃 那這個黃金酸神就可以暫時呢 先留下來了 就可以不用管他了 那基本上呢 看樣子他好像已經很明顯了 有比那個之前還要大隻的 算還蠻多了吧 對不對 所以他的血量呢 其實也都有變得比較高一點了 這樣子哦 那看起來他的血量的這個 好像越來越少有沒有 可是他這個最一開始他就是這樣子的血量 那在這邊是不是就先直接餵一些肉給他 我突然想到了 他是電龍對不對 他是電龍 然後我們就餵火龍心臟給他嗎 火龍的心臟你吃一下他會發生什麼事嗎 他不能吃火龍的心臟好樣的 那就給他吃火龍的肉吧 是的 火龍的肉他一定會很高興的吃了 欸沒有問題沒有問題 哈哈哈 火龍的肉就直接塞給他吃了 這個也算是他的敵人吧是不是 所以我接下來如果要升到等級8的話呢 對 10個人類心臟我剛剛已經獲得了 就是任務完成之後直接得到了8個 然後再加上那個等級2的純淨血 所以 10個人類心臟我們先塞進來一下 然後等級2的純淨血 以及一個被死亡乳蟲吃掉的吸血鬼的書 怎麼會發生那種奇怪的意外的 對那個等級2的純淨血是沒關係 因為之前有拿到不少全部都是等級2的 所以說還算可以接受 但吸血鬼的書實在沒辦法 挖礦的時候希望是能夠找得到這樣子 但是今天因為發生了太多意外的事件有沒有 而且其實我們也得到這一把三叉戟的話 我個人感覺真的是帥氣度爆表有沒有 除了帥氣度爆表之外 可是抓的方式看起來 是這樣抓是沒有錯 看起來有點像夾在腋下一樣 所以這邊的話呢 目前就會變成說是我可以獲得那個 數值的提款機在這裡了對不對 因為這邊我們只要瘋狂的砍殺的話呢 應該是可以獲得不少的數值出來的才對 然後我們繼續的砍殺下去 而且這個傷害呢其實來說都還算是蠻高的 那我們這個數值呢就可以快速的獲得嘛 那也許我們就可以 其實數量也沒有說特別特別特別的多啦 天啊我超愛這個 我超愛這個 真的現在呢 現在呢 現在我比你還像海神了啦 你是不是應該臣服於我一下 你這個傢伙 我難道可以把這個給他嗎 會不會有可能我這個一點右鍵就塞給他了 好那我想的以上就是我們今天這一集 謝謝阿宅的奇幻旅程喔 發生了一些小小的意外 以及一些意外的插曲 也還算是不錯 不過呢 下一集的話呢 真的是要去挖礦了好不好 那我們這邊呢也就獲得了這麼一個 我覺得應該算很強力的三叉戟了 我想在對付那一些 特殊的敵人的時候呢 應該會相當相當的有用吧 雖然我們到時候 最後應該還是要用這個法術吧 好感謝大家的收看 期待我們下一回再見啦 大家掰掰